各位 其實我是來示範給你們看 你們來到可以不用畫成這樣 每個人來到都可以體驗這件事 選擇這個露天風呂來浸真的沒錯 因為外面這個位置有很漂亮的目光 這位師傅真的畫這些露天風呂的達人 他一年畫的數是七萬個 而他畫一個這麼大也好 他說用兩分鐘就畫完了 不如這樣吧 我幫你寫個名字在下面 再寫平安、健康 有一個像奇緣的露天風呂給我放在這裡 當然好了 他不單是示範了給我看 怎樣去畫這些露天風呂 他就畫了一個名字在下面 這邊是平安、健康、萬事如醫 有這個畫得這麼完美的 總要是師傅親手畫的 我簡直覺得現在好像師傅 按著我怎樣可以畫到我自己的露天風呂 上面這條露天風呂 和下面這個露天風呂 其實分別兩種日本很吉祥的動物的印象 是放進去的 上面有原來是鶴 下面這裏是烏龜 把兩樣日本的原起物 即是吉祥的東西放在一起 就形成了這個達摩去祈福 所以我不可以隨便畫一條小身微在上面 沒有了一隻鶴就少了一些幅 知道嗎 但畫到就是了 哈哈哈 各位其實我是來示範給你看 你們來這裡是可以不用畫成這樣 每個人來這裡都可以體驗這件事 但就不是過來都要像我這樣破壞這個達摩的 記住就算畫得幾歲也好 我不要猶黑它 你知道什麼叫月瞭月黑 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了 我以為她一副來剷我上天花板的表情和語氣 然後她說了一句金方玉栗 其實不是要畫得漂亮 是要你把你的感情和精神投放下去 總之你越用心去畫 就會畫得越好 不是要畫得漂亮 沒錯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不是要做得好 是要做得用心 這個是我的製成品 它是不漂亮的 但剛才師傅說的東西很對 他就說你自己畫不是說漂亮還是不漂亮 是要投放你的心機和精神去畫 總之你越投放心力 它就有一個好的達摩 哇 壓暈了 不過如果你弄完這個自己的達摩 你不要就這樣拿完它就走 其實這間商店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東西買的 我覺得這個是要買的 為什麼呢 你看這樣 這個白色的寫著橫字 我這個紅色自己弄的寫著福字 這樣一對就有幸福 還有兩種日本很吉利的顏色 紅色和白色 還有如果你是192020年的時間 這個也是要買回去的手信 為什麼呢 看到嗎 2020年東京奧運 有奧運五環這五隻色的 這款是一款溫泉護照片 你買了500日圓之後 你不單可以浸自己酒店的溫泉 連隔壁酒店這些溫泉都可以浸 它總共有11個溫泉可以慢慢浸 選擇這個露天風呂來浸 真的沒錯 因為它外面的位置有很漂亮的瀑布 雖然現在是晚上的 但這個瀑布會點燈的 所以你既然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形象 如果你之後來的話 加上這個樹的綠色一片就更漂亮 其實這個溫泉最厲害 是它可以喝的溫泉 你別以為隨便可以喝的溫泉 熱水其實也可以喝的 不是的 例如在日本的3000個溫泉 原來只有100個溫泉才可以喝的 而在這100個溫泉裡面 有三個是對牆位特別好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了 很舒服 這條青春峽隧道 是我在新色縣很喜歡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它是結合了 人工和天然的大地藝術品 因為它很棒 外面的風景 其實你不同季節來 有不同的樣子 夏天就綠色 現在秋天冬天就有些紅葉 而且你什麼季節來都好 時間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裡平時有很多人 如果你想拍一張獨佔 這個天空之鏡的照片 要看彩數 要看有沒有人 和人們走上去的水池的時候 會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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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這個水面不夠平 但今天天時地利 人和什麼都齊了 8點鐘出發是有價值的 我現在可以獨佔這片 青春峽隧道的天空之鏡 看下了